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重整旗鼓 退出合宋 新团队实力很强 人都有激情又欲 明星也是凡人 他们只是比较有名气的凡人而已 大家放平心态 跟着兵哥一起来聊聊娱乐八卦 兵哥今天继续带大家吃个新瓜 瓜甜不甜大家说了算 最近赵丽颖的消息特别少 不过听说他与合宋已经算是完完全全的彻底分开了 互相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利益上的纠葛丝连 双方都是非常体面的分开了 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 都是聪明人 既然双方签署的合同已经到期 之前的事情就大可不必再说了 再互相纠结的话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不如好聚好散 况且这个圈子这么小 在这个圈子里面大家互相也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以后大概率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继续去合作的 如果把脸皮撕破的话 双方两边也都相互不好看 弄不好还会影响自己以后的事业发展 这样做对自己的名声也很有帮助 另外在近期赵丽颖也已经筹备组建了一个全新的团队 另外一方面赵丽颖又去签下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造型团队来负责她的日常形象和出镜 在后面接下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她不会继续去剧组拍戏 而是用心去挑真正的好剧本 她目前来看也并不急着去入团 而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 毕竟磨刀不误砍柴工 也能更好的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增光加彩 至于时尚造型这方面 赵丽颖也完全不用担心 她现在手里有现成的资源和造型团队 后续就是看新造型团队能不能给力了 再一点来说 所有资源都是基于影视剧 没有一本好剧本好角色 一切来看也都是空谈 你喜欢赵丽颖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